现在呢,我的脚好了一些,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次被车撞了的一个经历 那在年前的时候呢,我骑着一个电瓶车正在绿灯直行的十字路口 被一个右转的SUV给撞倒了 我当时就觉得一阵旋转,然后就咣当倒地了 当时是被脑袋被砸了一下,脚被砸了一下,我感觉有点疼 这件事情呢,我本来就把它当成一场意外吧 因为我已经遵守了交通规则 后来的时候呢,有姐妹,包括师母都在提醒我说 你觉得上帝让你经历这件事情,他想让你学习什么,他想告诉你什么 我后来真的一路走来仔细回想 神真的是要让我明白一些事情 首先呢,我觉得神让我看到了他很真实的对我的一个保守 这件,在医院检查完,我的身体头一点事都没有 小的话,是骨髓炎,不确定有没有骨裂,但是肯定是没有骨折的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蒙了神的特别大的一个恩 因为从对方的角度来说,他会觉得撞击的声音很猛烈 而这一次我真的是一滴血都没有流 人家上帝还很知道我需要什么 我曾经无数次跟人表达,如果我受伤的话,我不想流血 如果我被装无情了,或者是我的哪里,就是里边鼓起来了 我都会觉得比外面的流血要好很多 然后神真的是知道我的承受的量 所以我觉得神很顾念我的所需和所求 那另外呢,也是特别奇妙的安排 对方竟然也是一个基督徒 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信仰,我们聊了很多的话题 他也讲了他很多自己的人生经历 他与上帝的关系 包括他朋友的见证 他们的故事 包括他孩子的故事 我觉得这些所有的种种都让我备受鼓舞 让我的灵力真的再次被兴起 现在呢,我也和他保持着一个挺好的关系 我们有在主里这么美好的一个连接 打开了我的眼界,也打开了我的心的那个门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被撞之后,我的灵好像也被撞开了一样 曾经我特别在意的一些可能伤害过我的人 一些让我特别不舒服的事情 现在我好像都没有那么在意了 我会觉得一切都能很平常的心去面对 有的时候呢,我也会感受到那种 特别发自心底的那种喜悦 好像我觉得太多神给的恩典值得赞美 不论是已经发生的,还是对未知 我都没有再有恐惧和担忧 每一天的喜乐真的是常常的充满着 我觉得这真的是对我来说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改变 也在这一场经历当中 我也学会了更好的 怎么样学会被爱 被爱充满了之后可以更好地去爱人 特别谢谢有照顾我吃饭的生活起居的姐妹 也有为我帮助我处理事情的弟兄 还有一直发信息 鼓励我的弟兄姐妹 还有一直默默为我带导的弟兄和姐妹 真的特别感恩你们 我感受到特别的幸福 然后从这件事情当中 我也感受到无条件的被爱的力量 我相信我以后也会有更多爱的能量 可以流淌出来去帮助那些有需要帮助的人 再次谢谢大家 我要分享这件事情 真的是看到所谓的苦难也是化妆的祝福 神让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 真的都带着不可思议的美好 希望我们以后的生活 真的常常都能够去定睛在上帝的身上 就发现一切都有它的美意 就分享到这儿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